书友们我们又跟网七一样一起来写下春联 今天想要写的内容是长行好运丁才旺 然后下半句是永保平安富贵长 那么今天先写第一句长行好运丁才旺 一同来看一下 先调个动作 大家记得我刚刚写的时候 其实这两笔它是连贯性很强的 提上去点完之后然后再撇下去 连贯性的动作 顿一下 凡是比较重的地方都可以适当的放缓一下速度 放缓一下速度 感谢观看 这个双人盘啊 记得就是这两片呢 它是长短不一的 长短不一的 嗯 这个勾呢 适当的啊 适当的勾上去啊 放下角度 稍微收笔 然后到这手往下压 要开始加重了 又开始收笔 收笔的速度呢 收笔的那个长度呢 是比较短的 因为它这里重的时候 然后又到底收到这里又收笔了 那么这一笔呢 尽量跟那个 左边的 靠近一点 就是这笔撇下去的时候 这里的空间呢 比较小 我现在录制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歌声呢 因为我是在楼上嘛 因为我在楼上 所以楼下呢 有人在唱歌 所以呢 大家别记忆 可能声音是有 但是没那么大声 家里人在唱歌 家里人在唱歌 我现在有没有听到歌声 这笔的收笔 不是 说到这个歌声 那笔的身体 是一笔的 那笔的 这笔的收笔 这笔的收笔 那么这笔的收笔 和这一笔收笔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里到这里 缓缓的收笔 就这个收笔的时候 也不用拉得太长 但是也不能太短了 这个度是大家控制好的 有时候不是我不讲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多练 才知道这个度是怎么样 多短合适 多长合适 就像有人经常问我一样 就是你一天练几个小时 才能把字练好 我说一天练几个小时 告诉你的话 你太概念了 只能说你有空的时候练 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练书法 不要隔好久练一次 这样的话 进步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毛笔这东西 你很久没拿的话 你就会生书 就像学英语 英语和数学都是一样的 好久没学的话 肯定是会忘记的 不能说完全忘记 就是起码没那么熟 或者是你得重新看一下知识 重新背一下 重新看一下 才能又重新记起来 我记得从这里勾上去的时候呢 不要太快了 因为太快的话就容易勾不好 不是说快不行 就是快容易勾不好 旺子 旺子这左边的日子旁呢 它是比较短的 比较短的 比较瘦长吧 不能这么说 这两笔差不多 手笔略重 手笔的手略重啊 旺 那么今天呢 对于我们写的 这幅对联的上半句啊 仅仅是上半句 下半句呢 我们会再录个视频 长行好运 定才旺 那么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哪个字 写得不好的话 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啊 什么错误呢 都可以指出来啊 我都是乐乐于接受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写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觉得我写得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点一下赞 或者是关注一下 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下期再见